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胖BB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BB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税务小胖 今天我们来增肥了 你猜我们今天在哪儿? 在罗兰港新开了一家火锅店 作为这个火锅必吃的吃货 我们来吃火锅了 没错,我们今天来吃香天下 因为在美京它就有油店 然后它在罗兰港开了 我们就来吃一吃试一试 然后我们先带大家看看店 走 我们全是排队的人 对,还挺逗的 带位的机器人 哦,进来 它的装修还挺 挺像咱们国内的产品 是吧 对 一个大的调料区 他们就圆了 我们点的葱姓麻辣 这个料还挺棒的 还有猪肚鸡 我们点的海鲜炒菜 我们点了鹅肠 这主播片看着真不错 毛肚 开始开始 是我的叫什么 和牛包仔的 和牛包仔 腔腔 我们现在都是腔腔 他说还要拌一下 这个蛋已经手套了 还点了和牛骨盘 现在我们下鲍鱼 哦对,还有鲍鱼 看看,特达毛鱼 吃五点的 鲍鱼 看小胖吃 在吃饭的过程中呢 他们也安排了一些 变脸呀,京剧的表演 不过这些呢 其实在罗上基算是常见的 有很多店都提供这样的表演 我们吃完了 来点评一下吧 花多少钱 花了1200块 1200块几个人 四个人 那我觉得我吃完之后 我觉得可能口味上还是辣妹子好一点 对,如果是辣锅 因为我们点的重庆的辣锅 我觉得可能辣妹子 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觉得辣妹比他好吃的 其实呢他这家店呢就是 主打和牛 主打和牛 其实和牛吧 稍微贵一点 然后主要是我们点了海鲜拼盘 他要498块钱 我觉得下回不要点海鲜拼盘 不点海鲜拼盘就好很多 但是人均下来的话也偏高 对,我觉得可以点和牛 因为你看他主打和牛嘛 叫Vangue House 对对对 对吧 我觉得可以点点和牛 和牛拼盘不错 但是我们还吃了一个叫 吊 吊龙还是龙吊 那个也不错 那还行 对对对对 你会再来吗 我再来的话 我不会点海鲜拼盘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只吃辣的 还这么多人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辣妹子 对,他环境不错 对,环境很好 对对对对 所以来呢大家就是提早来 还要来排队 因为他不给定位 他只给定包间 包间是800块和1500块 其实怎么点也够了 对吧 那好吧 那我们会给大家 带来更多更好的美国资讯 拜拜